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哥 哎 妈 我现在在录节目 有摄影机在拍 哦 哎呦 那他有没录音啊 有啊 有啊 就都有 也有录音啊 那妈妈精神一下啊 可以 状态好吧 还行 还行 还OK 呃 还在蓝黄吗 对对对 还在 就在你们的那个 东帝的那个基地是吧 对 在大厂 嗯 十天了 应该适应了吧 还行 挺适应的 就 一开始还是比较累 然后 心态那些什么 这一天都在慢慢调整 没有生病吧 身体都可以啊 啊 身体没事 爱不要生病 那边今年北方都比较偏冷 啊 你有时候出去啊 穿衣裳什么的 热了 冷了的 有时候会会 所以你就不注意 不要生病 身体状态良好 啊 跟上这个就是整个公司要求的这个节奏 嗯 知道了吗 妈妈这边都很好 你放心 好 给你给你一个点歌的机会 因为我感觉这一次打完又好久不能打电话给你了 那你给我唱给妈妈唱一首 你就爱唱的歌吧 我爱唱的歌很多 而且我喜欢唱Rap 你又不喜欢听Rap 我爱 我爱你 我爱你 爱你 爱你 算了 那我唱听妈妈的话吧 好不好 好 好的 温暖一点 好 那我清一下嗓子 听妈妈的话 听妈妈的话 别让她受伤 想快快长大 才能保护她 好 你开心吗 好听 好了妈 没有了 我其实还好 都挺好的 没有了 对 我还没有到那个就是 打电话给你大哭一场的那个阶段 等到那个阶段的时候 我会求他们打电话 把电话给我 然后打电话给你哭一下的 好 嗯 我一切都好 你也是 你也是 好 不用担心我了 我反正就当成一次锻炼经验就好了 然后你多照顾自己 就把它当成一次演出 时间比较长的一次演出 前期全部都是在彩排 但是我们每一场彩排 我们都认真的对待 不要那个就是说应付 尽心尽力 你放心 我有在尽力 嗯 还有什么事要 妈妈需要帮你的忙 没事你就照顾好自己 天天开心 然后注意身体 等我回去 等我出来找你就好了 多久这个话说的怎么 好像感觉 没有什么事 哈哈 我也可以去找你 啊 你应该 对你不能来进不来 录节目 不让去看是吧 对对对 不让家人探视啊 对 如果可以的话我跟你说吧 好 嗯 可以的话我就去看啊 好爱你吗 好 妈妈知道啊 乖宝宝啊 好 那先这样 嗯 加油啊 OK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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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